中国代表团提示不断,将一个个金牌收获在毛中,第二个比赛日一天就收获15斤,昨天也是有8斤进展,目前以38斤30银15桶,一共83块奖牌,雄霸奖牌榜第一位。 在金牌树上比牌赢,第二位的日半队多18块,真可谓是一齐绝尘,除了好事不断之外,也有的比赛让球迷看得十分的揪心,那就是中国南排的比赛。 本决家俊慧,中国南排派出了弊队出展,弊队队员结构是一老袋心,队中有张晨、众伟军等老将压阵,还有在台潮表现十分出色的詹国俊,张哲家等球手。 虽然,此次出众的队伍不是中国队最强阵容,但,此番中国队的目标也是冲击金牌。 中国队第一场比赛,面对的是亚洲三流球队越南队,出人意料的是中国队一上来就两出两局,虽然后来是追回两局,但最终还是以2比3不敌越南队,创造了中国南排一个直主的记录。 昨天,中国南南队阵泰国队,没想到上来又是以12到25,17到25连输两局,处于背水一战的中国南排,终于是局耻而后涌。 在第三局,最后时候很不利的局面,挽救了四个赛点,以31比29拿下此局。 第四局,中国队阵南队以25比23胜出,从而追平了双方的道比分。 第五局,决胜局,中国队已是2点14分,再次处于输球的边缘,此时将传,占国际和张哲家炸了出来,强攻和篮网得分。 最终,挽救了三个赛点,以17比15惊险拿下了决胜局,从而以3比2加胜泰国队,保留了筋级淘汰赛的希望。 在此,不管南排之前怎么输给越南队与泰国队的比赛,说明球队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,能够在先输两局极为不利的局面下,还能先喝完就提个赛点。 并最终获胜,称得上是本届亚运会中国军团最为神奇的一场逆转比赛。 希望,接下来南排能够再接战力,整去打尽淘汰赛。